你今天會特別開心嗎 一定要來 拜託 謝謝 主主席快步走進侯友宜 競選辦公室 一兩個小時過去 各地重要輔選幹部陸續現身 回來 還回來 跟主席交手 我們結合機器 要串聯各縣市 侯友宜陸續和黨籍縣市長見過面 而今天開始呢 是逐一邀請非執政縣市的 競總主委 以及重要競選幹部 討論接下來策略 只不過過程相當低調 周日這場閉門會議 除了邀請作為各縣市 競總主委的黨籍 縣市長外 更聚焦南部艱困選區 要防堵綠營揮軍北上 且高雄市長韓國瑜不會缺席 韓國瑜也有答應要全力幫忙的 韓市長好像也要去美國跑一趟 蘇貞金的兒子 要理讓不理讓 還是自己推人 我們有討論 比照的模式要像 蔡壁如這樣 繼台中之後 下個地方在野整合實力 有望在平南選區 由前立委蘇清泉負責 而台南市已確定 由黨部主委林靖旺 出任競選主委 嘉義縣屬裏立委翁重軍 高雄市則由黨部主委 黃昭順 和國民黨智庫執行長 柯智恩聯手 現在在服選的這個組織當中 我們都積極在籌備當中 在野黨沒有分裂的本錢 沒有團結合作才能自勝 加速傳言的地方 在政黨合作之前 先提高談判籌碼 TVVS 朱光宏 楊佩宇 台北腔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VS新聞網APP